第31提 31-32日提主 新闻报导 食安问题又亮红灯 2008年发生毒奶粉事件 不效商人违法在奶粉中参入工业原料三聚氢氨 混沖蛋白质的氮含量 三聚氢氨和甲醛聚合后 形成高温不易融化的耐热塑胶 俗称美奈米 但是盛装食物受热后 仍有可能散发出毒性 31提问 有关于美奈米塑胶分子结构及其分类 下列叙述合者正确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面的叙述当中已经告诉我们 美奈米是一个高温不易融化的耐热塑胶 所以它显然是所谓的热固性聚合物 那么热固性聚合物的结构都是网状的 所以第31提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合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网状结构热固性聚合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